哎呀你還在你吃吃吃吃 太陽都快要煞燒了 你還不去林家還不去摘菜回來 媽我到預產期了 我跟你說過了我不去幹農活了 哎呀預產期你就不用幹活了啊 不要以為這樣我自己懷個孕 就可以什麼事都不用幹了啊 預產期到了 隨時都有可能要生 再說了現在天氣 那麼熱你叫我去林菜 等下中暑了怎麼辦 等下小孩生在菜地怎麼辦呢 你也知道會中暑 難道你會捨得讓我一個老太婆去林菜去摘一摘 萬一我也暈倒在那裡了 那我怎麼辦呢 你現在不是好好的嗎 能跳什麼都可以做啊 你可以去摘一下菜嘛 我以前啊 懷你老公的時候 還不是一樣去上山砍柴 殺地幹活呢 怎麼到了你這裡就不行呢 那麼矯情啊 今日不同往常啦不一樣啦 還不是一樣 不同的生個孩子就行了啊 有什麼不一樣的啊 媽你能不能將心比心啊 我整個運氣我都在幹農活 我又沒有說 我不去幹活是不是 現在預產期到了 我在家休息一下都不行嗎 我告訴你啊 我們家全你回來啊 就是用來幹農活了 就是用來嗜好我的 不是讓你回來去享受的 那你這麼說 我跟保姆有什麼區別 嘿呀 你趕緊去 你去不去 我不去 你不去的話 今天我要你休想吃飯 你還吃吃 還吃吃吃吃吃吃 我的妹子吃了 你倒好啦啊 一個人偷到他藏起來吃 你去不去 打死你了你去不去 我去行了吧 怎麼會有你這種家婆媽呢 大家都是女人 你何必為男女人呢是不是 我告訴你啊 我以前走過的路啊 我也要你參加我以前的孫 去呀 還磨磨嘰嘰嘰的啊 不要以為懷過運就 就像個黃大號一樣 什麼活都不用幹啊 我告訴你啊 哪怕知道你送那天我 我也要你幹 人家隔壁家的小禁啊 懷孕什麼活都不用幹 我呢 什麼都要幹 你看人家比他幹什麼啊 人比人比死人啊 去 行了不用說那麼多了 我去就去了 快點回來啊 我還要吃那個紅燒肉啊 真的是氣死我了 小燕 幹什麼啊 拆我家的門啊 但是不好啦 什麼但是不好 哎呀你家的小禁要爭啊 才拆進那裡 準備出生了 那不是這樣好嗎 豆哥 又省了一筆錢 都不用去醫院爭了 現在趕緊送醫院了 等著有 人命關天啊 送什麼送 我又不送 去醫院不要花錢啊 快點啊 等一大窮錢就麻煩了 哎呀沒那麼交情啊 要不 我都是生個孩子的人啊 沒那麼嚴重 怎麼有你這種傢伙啊 那個是你兒媳婦啊 現在 又 救命送醫院了 你的說是我兒媳婦 要不是我女兒生 我管他那麼多幹什麼啊 人命關天啊 我不去 去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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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啊你那麼那麼愛多感 誰去 你們送就好啦 哎 還在我家叽叽歪歪的 真的是 哎呀 像這種 哎呀 這麼很多家 我媽我媽走 走快點 老婆 老婆 哎媽 兒子你怎麼又回來了 老婆不是快生了嗎 我回來看看我老婆呢 老婆 哎呀 去菜地了 什麼 剛剛那個老五跟二牛說 他在菜地那裡又生了 什麼在菜地那裡生啊 老媽 他都快要生了 你還不送他去醫院 真的是了你 你放心 淡定 沒有事的 老媽都是過來人 哎呀 你這樣對不起人家 人家嫁給我們 你看我們家這種條件 能取向他 不容易呀 你這樣對待人家 真的是了 不行 我得去找他 要去你出去 我不去 我告訴你 我們一起過去 找那麼早 都不是回來了嗎 老婆 老公你回來了 孩子呢 對啊 孩子 沒有了 沒了 哎呀 你這個掃把心啊 真的是 會氣死了啊 我們家啊 第一個孫子啊 就這樣 自己都沒了 怎麼就沒了 醫生說啊 去醫院不及時 小孩缺氧 哎呀 我的孩子 都怪你這個老媽 我都說了 我遇產期到了 你還要叫我去幹農活 我都說了 隨著有可能要生啊 剛剛二牛他們呢 也回來叫你送我去醫院了 你都不送啊 媽 你真的太狠心了你啊 我告訴你啊 既然孩子沒演的話 搞了這個家那麼會心 那這個家嘛 你就不要進來 哎呀媽 你修的是什麼話呢 現在小玲身體很屈弱 但是要修行 哎呀 我們進屋 搞什麼搞啊 我告訴你啊 別進這個屋啊 會氣死了啊 你搞得我的大胖孫子都沒了 還想進屋 沒門 管 那都怪你啊 怪誰呢 那都怪你啊 都是因為你老是叫我去 林菜林菜 我都說了 我不去的 你非要我去 現在好了嗎 社群沒有保護啊 就找那麼多介紹啊 我都說了啊 既然孩子留掉了 這個家就不要回了 媽 媽 媽什麼媽啊 真的是 我就沒有那麼不張氣的 兒子父 倒把心 哎呀媽 你太狠心了 真的是 你怎麼能夠這麼狠心呢 就是啊 我的寶寶好不容易 都要生了 你看 現在都沒有了 哎呀 老婆啊 你也不要 太過傷心了 要不這樣 我們去外面租過房子 讓你好好休息 真的可以嗎 老公 你不會怪我吧 不怪你 要怪你 怪我這個老媽 太狠心了 我們走 兒媳婦 你來這裡幹什麼 哎呀 我現在是無家可貴啊 沒有地方住了 所以就只能找你們了 你沒地方住 你睡橋底啊 你去哪裡都好 來我這裡幹什麼 我這 我這裡不歡迎你 說什麼話 畢竟你是我兒媳婦啊 連你都不管我 那我真的要睡天橋底下了 天橋底下怎麼了 那我也睡過啊 當初你那麼狠心的把我趕出家門 那我也睡了幾天天橋底下啊 怎麼就不能住呢 哎呀 那麼久的事情都過去了 你怎麼還耿耿於懷呢 哎呀怎麼能就不能耿耿於懷呢 我跟你說月子之仇不共戴天啊 就是因為你啊 我都要到遇產期了 你還要叫我去領餐來幹農活啊 我的第一個寶寶就沒有了 我也很痛心啊 再說都已經發生了 你就你就讓他過了吧 經裡面那個坎永遠都過不去 再說 想要我養你那是不可能的事 趕緊給我走 有隊員給我走隊員 我告訴你啊 你這樣子帶我 你就不怕你遭到報應嗎 媽來了 兒子啊 老媽現在無家可歸了 現在啊就落在你們家不走了 別說這種話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那進屋吧 家什麼家 這麼多年我們掃過的虎 你們忘記了嗎 啊我們睡了多少天瞧底 你忘記了嗎 哎呀老婆 怎麼說他也是我的老媽 老媽又怎麼樣啊 有他這麼做老媽的嗎 哎呀 一點都不称職啊 人非聖前熟能無過呢 那時候他那是他年輕的時候 所犯下的錯誤 你看現在他都那麼老了 我們就不要跟他 太過於計較了啊 對啊 你現在這樣子帶我 難道你就不怕你的孩子 以後也學你一樣嗎 哎都是相互的 我可不像你這樣對待我呢 出話也說了 十年看婆十年看喜 你當年怎麼對我的 我就怎麼對你 反正我沒有義務養你 也沒有義務照顧你 兒子啊 我可是你十月懷的 心驚乎乎上下來的 你可要管我啊 我知道我知道 我確認他 老婆 差不多就行了 你看 老媽養我們 小 我們養老媽了 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人家都說了 擺上笑為仙啊 老媽都那麼老了 他已經沒有多少 實活在這個世界上了 我們就應該 好好的養他安省晚年 我做不到心甘情願的照顧他 養他 再說了擺上笑為仙 這個道理我懂啊 可是母不辭子女 怎麼孝順他呢 哎呀 你要養你養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養他 都說那時 那時一直放糊塗而已 哎呀 真的是的 兒子啊 我今天該怎麼辦呢 沒事沒事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啊 我們先進步吧啊 到時候我老婆氣消了 我在勸勸他 女人嘛 刀子嘴 刀腹心 你放心好了 我老婆還是比較同情打理的啊 但是啊 你以後 一定要好好對待我的老婆了啊 知道了 我現在啊 也知道好悔了 我以為當年的事 感覺好悔啊 行了 別說了啊 那我們先進步啊 哎好 哎